這個最後的結果怎麼做出來的 大概說一下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對那個樞紐分析表 這個做出來 這個是剛剛我做的 我把它先刪掉 按右鍵刪除 這個是我剛剛做出大概想要做的樣子 那怎麼做出這個結果 再把細節再看一下 一你可以拿這三個都可以 那我剛剛是拿VBA這個 游標第一步 先放在這個範圍的任何一個儲存的都可以 那你按下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會幫你選範圍 那應該理論上是對的 A1到G的3040按確定 好 那特別注意喔 第一步的話請你把那個區有沒有 拉到列 表示說這個是你要分析 主要要分析的資料 主要分析資料就是區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把這個放過來的話 它會得到一個結果 什麼結果呢 就是呢它會幫你把這個區 裡面的資料變成什麼 總共本來有3040列的資料 它幫你把它移除重複了 也就是留下了就是不重複的那些區 所以算下來的話 不重複的區就會有這些區 總共應該大概就11個區吧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統計它的數量的話 那數量怎麼統計 很簡單 你再把區有沒有 拖拉到值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它算一下 各區的數量是多少 那如果說你拖拉下來的資料 假如這個裡面放的資料 假如不是一個數字的話 它就會幫你算到底有幾個 那也就是說3040列裡面 它就幫你把 440區的 幫你加1 有沒有 一直加再加 哦 40區 40區 有沒有 所以總共就有338筆資料 所以剛剛同學 比較容易忽略是這個啦 有沒有 把這個放這邊就可以了 OK 應該蠻不難的吧 只是說我看你們 對這功能不熟 那這個數量分析表 真的太好用了 如果你要快速分析的話 那當然 我想應該很難有一個工具 可以取代它的 OK 所以這個 你要快速的得到結果 就是這樣的方式 當然前提是什麼 你必須要先有個區這個欄 也就是說 如果你之前沒有這一欄的話 那跟各位講 什麼事都辦不到 也就是說 我們第一步 先需要把什麼資料先取出來 你才有辦法做後面這個分析 第二個的話 因為我要按照順序排列 通常是比例高的在上面 比例低的在下面 所以再來第二步 記得哦 把游標放在哪裡 放在B4的這個地方 然後資料裡面 Z到A 把它排序 Z到A指的是 由大到小 當然未來如果你要顛倒的話 你也可以A到Z A到Z當然就是先小的再 自然比較好的啦 所以如果以後你要顛倒看 自然比較好的 氣安比較少的 幫我列在上面 那大同區好像相對 自然比較好 為什麼比較 招小偷的那個機會 好像比中山區來的小很多 數量比較少 OK 所以你在租房子的時候 或許可以考慮 其他要像什麼 南港 文山 松山 這些區 OK 那我們先用力道 我們假設要抓那個 住宅切單件比較多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畫圖 畫圖怎麼畫 再來哦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這個做完了 切到哪裡呢 分析 特別注意哦 我們要把那個 施定要的部分 切到分析 然後找到這邊 就有樞紐分析圖啦 OK 那我們如果要算 哪一個區的比例最高的話 你就 有不要記得放在這邊 樞紐分析圖一按 它會問你說 你要畫什麼圖 當然呢 這邊有一堆圖啦 比較 比較常用的 當然就是直條圖啦 摺線圖啦 甚至是圓形圖 那它的屬性不一樣 會有不同 會是出來的結果 當然我如果今天希望是 它的比例高低 比如一個圓形 反正 這個切到按鍵 加總起來 就100% 那誰算得多 它的那個 這個佔比 會是比較大一塊 那我們可以用圓形圖 圓形圖 按下去之後 按確定 這邊就出現了 那你可以做幾個變動 第一個哦 你可以把它拉大一點點 有沒有 看起來比較舒服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把什麼 把那個中山區凸顯出來 有沒有 自然最差的 在哪一區 那你可以看到 當然這邊有一個圖說 這個就是圖裡 那我們如果要把這一塊 拉出來的話 你可以怎麼去把它拉出來 一 先點圓 先點一下有沒有 第二下再去點 你要拉出來那個區塊 這個淺黃 淺藍色這一塊 然後把它按住不要放 往外拉就可以了 欸 這樣就出來了 第三個的話呢 請你按右鍵 可以新增圖說文字 這邊會說 這邊的話 會出現圖說文字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的版本比較舊的話 因為這個版本好像2016還是2019才有 如果你比較舊的話 那你可能就沒辦法用這個功能 當然如果你有這個功能 我們現在這版本OK 就可以出現了 那如果你的版本比較舊的話 可能你就沒有這個的話 那怎麼做出來 我把它砍住自己 這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你要把這個功能做出來的話 變成你只能什麼 它裡面好像 就沒有那個新增圖說文字功能 我記得好像這個是比較新功能 新的版本才有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切到哪裡呢 切到那個 這可能就稍微複雜一點 切到上面的設計 有一個叫新增圖表項目 可能要從這邊下手 設計裡面的新增圖表項目 然後裡面的話 才可以點選什麼 所謂的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呢 這個圖說文字可能也沒有 那怎麼辦 你可以點選自動調整 或終點外側 但是你會發現呢 它出現的就是數量 不是百分比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在點選 它出現的數量之後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把它改成所謂的資料標籤 格式 那格式部分的話 就是取得它的百分比 跟它的那個什麼 類別名稱 有沒有 跟正一下 不是類別名稱 然後把什麼呢 把那個什麼 顯示指標線這個打勾取消吧 有沒有 然後把它的什麼呢 數量取消 它的 它這邊還有值 把值勾掉 這個值把它勾選 也就是說 它本來會給你的是值嘛 那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類別名稱跟百分比 這樣就OK了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 把它關掉之後的話 這邊就出現 各區的有沒有 都出現了 但如果你哪一區的東西不要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選 比如大同區的不要 那你就點它按delizzer就可以了 我記得好像可以把它delizzer掉 把它刪掉就好了 因為它等於是幫你產生嘛 你如果哪一區不要 像這個上面 也這個不要的話 你就選它按delizzer 這樣就可以把它刪掉 那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各區的占比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那我這邊上面有第二個 哪十條街的切單件最多的話 那這個地方當然 再來就是再切 所以 這個就是 樞紐分析圖表 一般希望圖表 然後你就可以什麼 這邊後面刮斧 這邊就區好了 或是諸如此類 那你就可以第一個嘛 區 你就把它的名稱變更一下 得到這個結果 這個是第一個區 那這個可以重新命名 我要把它這個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哪一條街 所以 因為呢 我們剛剛有產生哪一條街 所以我們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一樣的範圍 剛剛的動作一樣 只是把剛剛的區桿的什麼 路街道 把區桿的路街道 這個拖拉的方式都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 出來了結果 不對啊 哇 這麼多 這麼多 坎錯向下 哇 全台北市 總共到505 然後扣掉多少 扣掉上面的三個 所以502 也這麼多 而且有些好像資料不太正確 有刮斧的 那 如果說我要只留下 前十條 治安最差的 那個 路街道的話 那該怎麼 第一不一樣喔 請你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B4上面 一樣資料呢 Z到A 這個動作跟剛剛一樣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要取前 這個前面十條街 其他的把它去掉的話 這邊可能會多需要知道一個功能 就是 只留下前十項 那在哪裡 記得喔 這個功能喔 這邊有個按鈕對不對 請你按一下它 這邊有個列標籤的旁邊 會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然後呢 你可以點選什麼 讓它直 直的篩選 有沒有 只留下什麼呢 前十項就好了 有沒有 點下去 當然你這個 如果要前三項 你就輸入3吧 反正這個 只是留下 那個你要的 這個篩選的結果 所以按確定 你可以看到喔 它就得到的是前十條街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繪製成為直條圖 因為我不是要比例嘛 我要那個數量高低的話 那一樣嘛 你就是再到這個 設計 分析裡面找到的樹紐分析圖 然後把它繪製成所謂的直條圖 OK 這樣就可以了 直條圖 有沒有 最高的 這馬上可以看出來 最高的話中山北路 那其他上面那個標題名稱自己改一下 比如這樣嘛 這個 這個名稱的話 你就可以 比如說那個 十條 前十 這個切到按鍵 最多 等等的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上面改一下好了 前十條 然後呢 把那個上面的這個 也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 它顏色變更一下 是稍微放大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清楚 一看就知道 前十大 所以你們以後租房子的話 可能避開這些 切到按鍵比較高的 中山北路 中孝東路 等等的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時間這個我想也差不多啦 所以後面 這個 比較 會有困難的應該是這個 區跟時間的交叉分析 我們做出來假設希望 除了又可以看到比例 又可以看到數量 這個要怎麼做 又可以看到比例 有沒有 40區 那它哪個時間 切到按鍵最高 你可以看到 應該是 這邊這一個區塊 14點 16到18點 有沒有 那這個黃色區塊 10點到12點 有沒有 那如果說兩個都要能夠 數量跟比例都要能夠看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邊再插入一個數量分析圖 那我們就可以把什麼 把區放在列 主要分析的 再把發生時段放在藍 再把區的資料呢 放在值 那你會發現 它就可以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給分析出來 在自營區的什麼時間 發生的狀況如何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繪製成什麼 剛剛講的數量分析圖的話 那你可以啊 如果你用剛剛的直條圖會太混亂了 它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直條圖裡面又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叫什麼 這個百分比堆疊直條圖 OK 我們不是單純的直條圖 叫做百分比的堆疊直條圖 OK 你可以用這個功能 這個有沒有看到 它除了可以顯示比例之外 也可以顯示數量 等於是一種圖形 有兩種屬性 其實相對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那當然呢 你可以把它移到下方 移到 這個當然做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再把它放到下面 或者放在右 放在這個右邊好了 那一樣 就是 再把它稍微調整一下大小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針對剛剛講的 這個四個需求 分別把它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利用樞紐分析表 記得先把它排序 排序的話 是在資料裡面的排序 拜拜 當然 拜拜 不會吧